欢乐之城自从上线一直都是如期播放 然而每一期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帮助王妃 然而最新一期的节目邀请的嘉宾是岳云鹏 岳云鹏给大家的印象 那就是特别的搞笑 然而在这一期节目中 他把自己幽默搞笑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了 王妃主动拥抱岳云鹏时 有谁注意到岳云鹏的左手 细节暴露人品 打开百度APP 看更多美图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岳云鹏并不是和王妃一起出场的 而是和和炯一起出场的 他们一出场整个节目的气氛就瞬间活跃了 何老师还忍不住调侃 岳云鹏在台后 看到王妃时的紧张和激动 不仅如此 调皮的何老师还透露 说岳云鹏还害怕得躲起来了呢 这样一来就好像一个小迷递一样 见到自己的偶像激动也是正常的 然而接着这样的一个气氛 岳云鹏在台上也表达了自己对王妃的喜爱 与此同时 演播听的气氛也热闹得差不多了 这时王妃便大气出场了 其实有一点大家都是公认的 那就是王妃一直都是时尚圈的女王 不管什么样的造型 她都能轻松地驾驭 然而此次穿了黑色的长裙领像 看起来不仅气质非凡 还不是活泼 此时岳云鹏看到王妃登场了 瞬间就有些怂了 估计又开始紧张了吧 只见她目不转睛 都看着王妃的样子好搞笑 然而为了表达对岳云鹏的欢迎 王妃当即给了岳云鹏拥抱 就在王妃主动拥抱岳云鹏的时候 有谁注意到岳云鹏的左手放在哪 其实刚开始岳云鹏的画话筒是拿着右手的 但这时又被她换到了左手上 所以说她的左手便有了一个撞在一起的理由 随后岳云鹏轻轻地抬起 握着话筒的左手和女神王妃 做出了拥抱的姿势 然而此时没拿麦克风的右手 则紧贴着库缝 礼貌回应之后 岳云鹏便站在了一边离王妃很远的地方 看起来她比王妃还要害羞 王妃还把手放在她肩膀上了呢 真的是细节看人品吗 如此绅士风度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小细节更是圈粉巫术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